欢迎来到陪你读轮艺讲药 您好 我是唐玉玲 我们现在世界各国都要拼经济 但是拼经济还有比拼经济更重要的 就是拼人才拼教育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国民交出善良的人 拼出来的经济 反而对这个国家产生更坏的影响 更堕落 这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在李仁篇的第二章指约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 仁者安人 智者利人 不仁者就是说自私自利的 凡事想到自己的 或者有心机的耍权某的 这样的人 他能力阅读 心思越有能力去造恶业 所以美国的总统 博士夫说 很多的大学生 这种能力的培养 没有重视品德 他们都是社会的未爆弹 那不可以久处约 就是不仁者 不可以久处约 约就是贫困 或者是生活的简陋 这些困苦呢 如果让他待久了 那他会产生很多的非分的想法 我们论语有一章叫做 君子顾穷 小人穷师赖矣 小人穷了以后 为非作胆 无所不用其极 整个社会要付出严重的代价 好 这时候我们就说 那我们要拼经济 我们看老百姓们 叫饥寒其道心 这个为了这些食物居住 这些生活最基本的 这种生活的需求 就算他们得不到 如果他们的心思安定的话 那还可以慢慢的培养 他们是人才脱困 可是如果他们心思 没有改善的时候 这些生活的贫困 都会让他们停而走险 孔子他的学生 叫做平儿乐道 那都是忍者的形象 好 那我们说 这时候来拼经济 让大家过得很好 物质很享受 生活很美满 接着说 不忍者不可以常除乐 如果这个乐太久了 生活的安乐 会让他们娇涉淫欲 我们一般说 保暖失淫欲 所以很多这些非分的想法 这些堕落的风俗 男欢女爱 赌博 乃至于这些 种种利益的追逐 这些商业的贪 贪 乃至于物质的竞争 这个武器的竞赛 造成世界的这个恐慌 所以 最重要是 把一个国家的人民 培养成忍者 把世界的人培养成忍者 这种忍者呢 才会是我们人生 人类真正的出路 下面接着说 忍者安忍 智者利人 忍者呢 他安忍就是理得心安 因为他知道行人的好处 你已经得了心安 安于人上面 所以这个人人呢 他以人为他的安住处 就心里面是想到利他 想到充实自己 所以这种人呢 九楚约也可以 就像言辉是属于安平乐道的人 叫胆思朴语 居漏向 人不堪其忧 毁也不改其乐 也可以常处乐 也可以常处乐 这种人呢 会千功有礼 礼贤下士 叫做父而好礼 所以子贡 跟孔子来谈论的就是 平而乐 就是可以九楚约 父而好礼呢 就是可以常处乐 这种是忍者安忍 因为他 礼已经得了 所以心安了 那第二种人呢 叫做智者利人 有智慧的人知道 行人 对他有利益的 这种行人啊 包括在贫困中的行人 富贵中的行人 都知道 是对他有利益的 那贫穷中怎么行人呢 充实自己 将来 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展现利他的能力 这都是 这个 贫者可以行人的 那负者行人呢 当然他资源多 他的人脉广 他更能够发挥 他行人的能力 如果我们懂得 孔子所讲的这些 我们这个时候 人生啊 是过得很快乐 不管是约 或者是乐 不管是贫富贵贱 人生的出路 不是在贫富贵贱 人生的出路 在心态的利他 在充实利他的能力 果然知道了 这种学习的快乐 他会取代世间 追求这些 明文立养的快乐 或者在贫困当中的烦恼 都可以对峙的 那 人者安忍 自责利人 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来表现呢 比如说 在 造次跟颠沛的时候 造次 我们 论语里面会有这一张 就是 很紧急的时候 颠沛 就很危险的时候 都能够安住在这个人上 那这都是 自责利人 人者安忍的形象 只不过 自责是 先以 他的见底 先以他的 知见 来了解行人 对他的利益 慢慢的理得 人 心就安在人上 所以 人者安忍 可以说是 生恶之之 自责利人 可以说是 学恶之之 大主 清朝大主 离二曲说 我们要先从 自责利人 逐步的修成 人者安忍 那这些都要透过 好学 他才能够 达到这样的境界 而这种 自责利人 利人包括说 我知道生活 要这样过 我知道事业 要这样发展 我知道朋友 要这样找 我知道老师 要这样寻求 我知道环境 是要这样追逐 我知道伴侣 是要这样子的 寻求 那这样的人 能够 以行人 而产生 他的出路 或者是心安在人上 这种人 不会在乐当中 迷失自己 叫做富贵不能赢 那也不会在 约贫困当中 这个愤怒 愤世技术 退得到心 这叫做 贫贱不能赢 那这样的人 真的是一个 人人君子的形象 这个时候 这个国家 拼经济才有用的 拼经济让大家快乐 这种快乐 是富足合作的快乐 是一种能够打造 富而耗里 风气的社会 那这个国家 处于穷困当中 老百姓也能安平乐道 大家共体国间 来继续创造国家 向上的命运 所以这个把人民 交成有人人 有人心的君子 才更是国家的出路 当然领导人 以身作则 更是重要 好 那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